马维泼前,杨玉环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 身穿一袭白色衣裙在六军将士的注目下,缓缓走向寺庙 最后还是忍不住转过身看了一眼自己最深爱的男人 就在昨天六军将士们划遍逼迫李隆基,刺死玉环 玉环是李隆基的掌上明珠,自然不会轻易答应 杀了贵妃就能保住大唐的精神吗 陛下 陛下 难道六军之乱就是一个谦弱女子吗 陛下 目前的形势万一老奴我无法担持 陛下 只有六军将士安了心 您才能安战无恙 陛下 在众大臣不厌其烦的劝说下 加上军中划遍 李隆基最后也只能妥协 他看着玉环怎么也张不开口 玉环知道他也是被逼无奈 两人抱在一起嚎啕大哭 为那之计 我就连自己的爱妃性命都不能够保啊 李隆基内心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后 最终还是下达了处死玉环的秘密 陛下圣旨 赐 贵妃 杨氏死 玉环君们听后 无不欢欣鼓舞 激动的高呼万岁 次日 玉环独自一人来到佛堂还愿 当初来到长安时 就是在这里许下 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愿望 几十年来 深得李隆基宠爱 也算是达成心愿 告诉我 人 真的会有来世吗 是的 有 生死 轮回呀 听完和尚的话 玉环内心稍微放松了下 既然这一生 无法和李隆基走到最后 那么下辈子他 还是要会和李隆基在一起 你也缘不断 怎么超脱生死 轮回之苦啊 再苦 玉环也 无悔 无悟 玉环身披 一袭白色沙衣 随风飘扬 犹如即将飘然而去的仙女 走进佛堂里 缓缓关上门 迎接他的 将是三尺白铃 一代倾国倾城的家人 就这样相消欲 将军们兼目的达到了 便主动跪下来跟皇帝请罪 对臣 罪甘 万死 而等无罪 去吧 玉环死了 李隆基也终于醒悟了 自己最深爱的人 为了大唐天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如果此时再问罪于将士 玉环的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况且还要指望将士们上阵杀敌夺回长安 事到如今也只能默默忍下这一切 此时两名快递小哥正飞速赶来 站住 你无何军情那么急 给贵妇娘娘送荔枝的 是 送荔枝 可惜荔枉来了一度 杨玉环心心念念的家乡荔枝 最终也没能尝到嘴里 只能将荔枝摆在坟墓前 以此来告慰下玉环的在天之灵 历史上对于玉环的最终结局 也是一人纷纷 一种说法是他在马维坡被皇帝赐死 另一种说法是他本人并没有死 而是被送去日本最终在那里聊此一声 不管最终结局如何 但唐玄宗和杨贵妃忠贞不渝的爱情 却成了千古佳话 得到后世人们的普遍同情 在天愿坐笔一鸟 在地愿为连礼之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至此一代传奇妃子在马维坡 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